在悠揚的提琴音声中 2017日常老和尚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正式揭开序幕 研讨会一开始 由福智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卢柯咒 简介了老和尚的生平 并且提到他老人家的宏愿 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很想把人类的延期保留下来 今年研讨会的议题 涵盖了僧俗二众的教育 一经事业与企业营运 邀请了许多教育专家、学者 还有老和尚的出家弟子 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 老和尚是如何运用正面的力量 默默地影响这个时代 是的 我们都知道 老和尚一生自立教育事业 那么 可是他有一个未完整的梦 那就是 他想创办一种大学 老和尚一届出家人 除了领导在家弟子 为教育这个百年事业 尽心尽力之外 他还努力地培养优秀的身材 延续千百年以来 伟大的一经事业 我想就是所有高层大学要培育生产 他必定要下个决心 50个只留2个30个 哪怕只留1个 逗了 他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决斗 那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觉得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可以这么断定地说一句话 这20年来 师父做的这些生企教育房子 真的可以说 为了一经的这一天 在做准备 那我想师父走过的 正是一个这么艰难的路途 我对师父有一分很深的敬仰和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一生所做的事情 他的伟大的程度在于什么 他一辈子都在做耕耘的工作 除此之外 胜任福治僧团助持卢敬和尚 与老和尚生前的侍者卢敬法师 也分别对语会大众 分享了老和尚在僧且教育上 是如何教育他们的 师父他最早带着我们的 其实都是在道歉基础 好几年都是在天归离 其实甚至归离 想要管路管路管路 很多年 再来就是国一 业国 我就觉得说 其实师父最像是杂本 国家的生活也好 我觉得对局势也好 真正地做这个杂本工作 因为有一次辩论寒丁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其中有一次师父恢复辩论之后呢 也让我们这个灵迹比较年长的法师也可以开始用中文学辩论 然后我们学了几天之后有一天师父跟我坐在奉安师的东课堂 这个做一些讨论的时候呢 有点比较轻松一点像聊天的时候 师父突然讲到一半停下来 然后师父跟我说 奇怪 我以前说任何一 我以前对你说任何事情你都不敢说一个故事 怎么今天跟你提了很多问题 你都有很多这个 你都有提了很多相反的看法 然后师父说你是不是学辩论学坏 俗话说 省人不出 万古无长夜 主办单位表示 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将会年年绝半下去 除了弘扬老和尚深邃的慈悲与智慧 指引现今人类在心灵与生命跨越的方向 也齐许成为学术化 特色化与国际化的心灵教育交流平台 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